中国大陆宣布既原有的上海跟深圳证交所之后 将会在北京成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北京证交所将专门为中小型新创企业服务 进入门槛较低 由于打造中国版的纳斯达克 而专家分析这是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的讯息 不过也有专家不看好 认为北京证交所只是在瓜分预定在上海跟深圳挂牌的上市案